原来在专业的歌手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明明是自己最嫌弃的歌 却火得一塌糊涂 第一首像我这样的人 就连毛不易自己都说 火得有一些是没想到的 这个也能火 像我这样的人是吗 对 可能写的过程中你没有那么 去抠很多东西 一气呵成的 没怎么改 像我这样的人 我一直对这首歌曲是很喜欢 因为他这首歌写作的水平很高 第二雪落下的声音 陆虎为电视剧演喜功略写的片尾曲 很少人知道当时的片头曲也是他写的 结果大家最看好的片头曲没火 雪落下的声音却红遍了大江南北 当时我们都觉得片头曲会会火 最后我们没想到的就是这个片尾曲火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你这眼睛幻想他都会听 你也敢发黄金 这不是还黄金 只是在人窗外好放弃 第四首让薛之谦 那天改命的破译神曲演员 虽说这首歌是薛之谦事业的转折点 但他却说 当初我所有的歌里面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演员 因为他觉得这种没有内涵的洗脑神曲 实在太露了 还一度想放弃这首歌 我最不看我的首歌叫演员员 我在发演员之前我就在犹豫 我说哎这首歌要不别发了 我就怎么写 觉得自己好像有点 有那么一点露露 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 其实我也看出地遥远不诚 曾经也习惯我们还会拉扯 当那个下个路口键我还扔进过垃圾桶 然后是被他救回来的 李雨春15年前的这首下个路口键 一经发行就迅速爆火 中间还反复翻红 直到现在仍是不少人的单曲循环 没人知道当时李雨春刚写完这首歌 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是经纪人找了回来 才有了如今的经典 是不是自己有说过 你写过最难听的歌是一念之间 对 我我我真的喜欢那个歌的时候 我觉得哇超难听 而MB教父陶哲就曾吐槽自己的一念之间 超级难听 甚至就连歌词他也同样不喜欢 可就是这首他十分不喜欢的歌 却成了华语乐坛的传唱金曲 咱就说原来专业歌手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 一年是妄期 一年是妄期 我心里面有的最重力 其中那旁边的墙 能不过来 最何时的地 一年成了火 一年成了火 每一个人出席中的选择 当主席中的最好 一年是妄期 最讨厌的歌都是我最红的歌 有两个齐名的吧 一道李白一道不将就 难听 土 自己的歌吐槽这么狠的 也就李荣浩了 闭眼看世界第一人 果然名不虚传 还有一位 你可能记不住他的脸 但你一定听过他的歌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 大雪纷飞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 刺激如春 我写男人那种歌 说实话 分分钟写什么 太好写了 为什么我不写 有没有要脸 咱北京人说话就是地道 马迪这位北京爷们 嘴上讨厌南山南 却再也没有歌 能达到南山南的热度 如今更是半只脚踏进音乐坟墓 很多网友看完那段采访后 评价 不要脸南山南 要脸南上嘉南 一个字 绝 同样是民谣歌手 赵雷把成都也唱吐了 老是成都成都的 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听有别的歌 我已经想吐了唱这首唱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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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雷的好作品有很多 成都确实算不上最好的 但传唱度却是最高的 真是成也成都败也成都 至于最后一位 简直把嫌弃移出了屏幕 为什么我说我唱想吐 因为认真的拳已经唱了一千多遍了 你说一个快将近四十的人 还在唱这种 I don't know 哇真的好吓人啊 S的温柔 你这该死温柔 让我心再痛累再流 这首自由飞翔 我都快疯了 我就心里还笑着你叫歌 直接就从车上没扔出去了 谁能想到这首一度取代月亮之上 至今仍称霸广场舞的自由飞翔 在当时被林花吐槽这也叫歌 还把小样直接扔出了窗外 公司老总都跟他都有点小别扭 我说这首歌我就是不唱 未有过半年这首歌就陆陆续续 已经很多地方都在放 爱你的心上 谁要能悲伤 灿烂的时光 永远的上扬 每一路的方向 最遥的心上 必要永远的变强 所以我去安排 就可怕 第三首 爱你不顺着我像 爱你不愧的模样 爱你不顺着我像 不肯苦一场 从幼儿园唱进世界杯 孤勇者这把火算是烧到了世界舞台 小朋友们都很有创意真的 但陈奕迅却为此很苦恼 唱了27年的歌 现在大家就记着孤勇者了 看完别急着走 小姐姐还有综艺报效和实力唱将等专辑任你挑选 还不快点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